账钱!账钱!账钱! 最近网上传出大批的民众 去到江西银行门口抗议 大喊要求还钱 当局出动警察去到现场 另外最近经济学人雜誌刊登文章 标题是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正在消失 文章讲到 就在过一个礼拜 就已经有40间的中国小银行消失 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不过滤 我是Rachel 王岁秋 大陆传媒财联社报道说 江西银行门口大批民众聚集 与南昌市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有关 大陆经济观察部之前报道说 南昌市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 在今年5月突然停摆 推荐的投资产品发生了大面积的违约 很多投资者没办法追回借出去的资金和利息 据了解 产品爆煲涉及到2,200多位投资者 总金额大概是十几亿人民币 黑乌群主要以南昌本地的市民为主 其中又以六十岁至九十岁的群体投入 一百万至二百万的投资者居度 南昌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回复财联社查询时 声称说 江西银行和南昌市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没有关系 只是这间公司的开户银行 7月4日 中共官方就发表通告出来 辟谣 就声称说 有少数人员在江西银行总行门口聚集 和在网上发表不实的讯息 涉嫌扰乱金融机构工作秩序 和威胁相关人员 将会受到法律的验情 有民众就斥责官方说 一出了问题就立刻撇清关系 有人就说 为什么他们会聚集你又不说 不说原因就说是造谣 有人就说 在什么情况你又不说 但罪名你就先安排上了 有人就说 监管不行 但扣帽子就一流了 中共的监管机构批准了 开了业还未够一年的辽宁农商银行 去吸收合併辽宁省36家农村中小银行 这些农村中小银行包括了 辽宁新闻农村商业银行 辽宁海城农村商业银行等等 以及会承接这些农村中小银行 在清产核资后 即是说摸清楚家底之后的有效资产 全部负债业务网点和员工 这间可以吸收合併36家银行的 辽宁农商银行是什么东东来的呢 它是去年时9月份 中共用瀋阳农商银行 和辽宁省里面30家农村联社组成的 农村联社等于差不多农村银行 那边商与我们近一点的东莞也有类似的事情 东莞的农村商业银行 吸收合併了两家村镇银行 包括了东莞大浪东营村镇银行 惠州仲海东营村镇银行 另外 民生银行收购了梅河口民生村镇银行 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银行收购了 靖南奇汇泽村镇银行 靖南奇汇泽村镇银行 因为这样就解散了 全部的业务 财产 债权 债务 和其他各项的权利业务 就由鄂尔多斯银行去继承 其实中国的银行业 已经连续两年在缩减 根据大陆的《证券时报》报导 在202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 有4602家 即是有4602个牌子 即是未计分行的 2022年减少了35家 去到4567家 去到2023年又再减少了77家 变成了4490家 大陆传媒《南方周末》报导说 今年以来 即是到6月27日为止 大概有半年时间 全国已有83家中小银行 进行了合併重组 当中包括了32家村镇银行 35家农商行 15家农信社 和1家城商行 《证券时报》引述了业内人士预计说 到今年年底时 金融机构和银行 名单将会进一步缩水 退出的机构大部分都会是 中小龙商行和村镇银行为主 《经济学人》雜誌 在7月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正在消失》 内容说到 现在目前中国对付弱小银行的主要方式 令到他们消失 例如 去年才成立的 《遼宁农商银行》 就是为了收纳不良银行 而设立 在之后 有另外五个做类似工作的机构 成立了 而且预计还会成立更多 中共透过监管机构 令到银行消失这种做法 可能还会加速 这些大银行 吃小银行的做法 报道引述了 《评级机构标普全球股计划》 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完成这个计划 有人认为 规模较大银行越少 监管机构越容易进行监管 不过 也有人认为 将几十家不良银行合拼 只会制造出更大更租高的银行 为什么现在要搞大银行 吃小银行的做法呢 经济学人说 中共监管机构之所以 在加倍加大整合的力度 因为他们缺乏找到银行倒闭 和退出市场的机制 什么意思呢 其实中国大陆也有存款保险 一旦银行宣布倒闭的话 每个的存户最高可以得到赔偿50万 美国之音报道说 中国虽然已设立了存款保险 存款保障基金和信托保障基金 但这些基金的规模 是不足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 什么意思呢 一旦很多银行倒闭的话 骨牌效应一出来的话 其实这些钱根本就不够赔 好像河南村镇银行那样 已经被涂空了 存户根本就拿不回钱 但银行又不宣布倒闭 每天开门沙门 把牌放在里面 还僵尸银行 存款保险又不赔钱给存户 他说 银行都没有宣布倒闭 所以就不需要赔钱给存户了 这个做法最惨的就是存户 最终的受害者 中共是极少同意银行破产的 近20年来 只有三间银行 被中共安排走到破产那一步 一个就是肖建华明天系旗下的包商银行 在2020年进入了破产程序 2021年法院裁定破产 另外两间都是辽宁省的银行 一间就是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 和辽阳农村商业银行 都是2022年宣布进入破产程序 之后新闻消息就静悄悄了 而只有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说 已经帮助了两间银行完成破产清算 美国之音报道说 中国金融体系现在面临持续的房地产危机 经济复苏又缺乏力量 等等多重的挑战 地方政府债台高速 也威胁到中国的金融稳定 中小银行就成为了金融业的脆弱环节 即是说中小银行就很牙烟了 中国的农村中小银行 根据中共官方去年10月份的数字 有3862家 直到2023年底 农村中小银行总资产55万亿人民币 占了银行业总资产的14% 这只是计算了很小的银行 如果计算中型银行 就远远不止14% 说回农村中小银行 涉过到的农业贷款有16万亿 涉过到的小微企业贷款有17万亿 这两类贷款 占了各项贷款比例八成左右 经济学人说 很多农村中小银行 是长期以来管理不善 累积了大量不良贷款 即是追不回来的债 近年来这些银行就透露 他们的账目里面有四成是不良贷款 所以现在中共就用大银行去接管吞併小银行 将小银行解散消失了它 但这只不过是障眼化 不单止没有办法解决危机 不是所谓的在拆弹 可能反而累积更加深的危机 这深陷泥沼的小银行 不单只会影响到企业融资 对经济发展不利 甚至还会威胁到民生安全 最突出就是刚刚说到的 在2002年的时候 很多家河南村镇银行爆煲 凍结了存户的提款 引起存户上街抗议 中共政府就派出警察去镇压 成为了社会群体事件 到现在 仍有很多河南村镇银行 有很多河南村镇银行 我之前在节目中和大家播过一条影片 见到老人家整个脚烂了 烂到整个屋子都臭了 都没有钱去看医生 就因为河南村镇银行 不还钱给他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和金融 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危机 房地产企业 好像恒大那些 为什么开积到这么多债 爆这么大的煲 原因就是中国的银行 大多数都是国企 当然表面上怎么控股 我就不跟他分了 只要共产党能控制到重大决定那些 我都认为他是国企 他们是要服务党的需要 当然那些大型的房地产企业 其实其他的行业都是一样的 要做到一定规模的话 都会被中共变相控制住的 公司里面会有党支部 用恒大来说 许家印就是恒大的党委书记 银行和大企业都要听中共说的 可能是中共中央政府 也可能是中共地方政府 当中共需要钱的时候 就要发展商去买地 发展商不够钱买的时候 就叫银行去放贷 借钱给发展商 发展商买了地 把钱交给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就收入了 在中共自己编绩的资产链条上 很多环节都腐蝕断裂 贪污腐败 烂尾 银行借出去的钱很多都收不回来 太出去的很多都是老百姓的存款 银行的钱是有限的 大银行还可以撑一阵 小银行没有钱就直接爆煲 迟早都是出事的 举个例子 你说哪间小银行 如果搞不定的话 大银行吃了 甚至到最后 如果说假设建行买了 然后建行就接管 如果建行真的买了这些小银之后 他一直吃这些小银的冷摊子 他吃得多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迟早都会出事的 到最后去到一个点的时候 其实整个食物链就完 去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央行会不会去救那些大饼呢 又或者他自己在资本市场里 吸钱回来继续营运呢 其实吸钱的方法就包括了发债的 发债就是叫那些保险公司去买 买他的债 比如说发债100亿都可以的 又或者如果他在香港上市的话 他在香港做一个批股出来 即是一次购买大量股份出来 一个月落50亿 一批他的基金就去买了 一批股就去买了就继续输血了 但是这样要用到一段时间才会爆 但是西银行你会见到爆了先的 现在都见到了 是因为刚刚我来说的原因 他没有能力印银纸 又不能够集资 香港又没有上市 就算他发债也好 平保也不会买他的债 平保要买都买公行的债 所以 西银行就会先倒闭了 今天新闻不过 我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